阿明的防疫人生 華叔手遠離自身 最近武漢肺炎疫情來勢洶洶 已經在各國造成輕鬆不等的問題了 雖然台灣現在還很安全 還未設區感染 但不怕疑問 只怕萬一 我先暫時飆出去人幾人好了 待在家裡 還是最安全的 於是阿明 阿明 阿明 趕快吃飯喔 飯要冷氣了啦 等一下啦 要贏了 等一下啦 二十分鐘後 我哪有手衝那麼飽啊 阿明 阿明 你在幹嘛啦 我在在拍電腦 阿明 阿明呢 因為長時間使用電腦 滑鼠 所以可能比較容易造成晚睡到症候群的問題 而晚睡到症候群呢 主要是正中神經受到壓迫 所以造成我們長側前三指半 會有麻、刺、痛的感覺 所以今天呢 我們要來做一個特殊測試 而這個特殊測試呢 可以簡單的檢測你自己是否有晚睡到症候群的問題唷 先將兩手伸出 手臂及手臂貼在一起 維持此姿勢約一分鐘 如果有感覺到麻木症痛感 可能代表有晚睡到症候群喔 請問有同學喜歡打電動的嗎 我 你喜歡打電動 你也喜歡打電動 OK 那我們現在來做一個小測試 看看你有沒有晚睡到症候群的問題唷 好 那我們首先先將我們的手舉出 那我們的手臂 推位手臂 好 然後持續大約一分鐘的時間 那如果在這一分鐘的時間內呢 如果有一些麻或是刺痛感的問題的話 就有可能會有晚睡到症候群的問題唷 好 如果你們有這些問題的話 我們可以做一些神經的鬆動術 因為晚睡到症候群主要是因為症候神經所壓迫 所以造成我們手會有麻的問題 那現在你們可以跟著我一起做 一手放在肩膀 褲頭舉出 然後來做這個動作 頭可以側一邊 對 再回來 再次 對 會感覺你手 感覺有被拉到的感覺 有 有 黑 同學你好 可以耽誤你們幾分鐘嗎 可以 那同學我們可能要錄一個 就是慶祝物理治療節的一個影片 那今天要跟你們衛教一些晚睡到症候群 那晚睡到症候群呢 主要呢在我們現在疫情的盛行啊 主要很多人都會在家打電動 或是呢在家網購 不出門的 所以今天呢我們要來做一些晚睡到症候群的小測試 先將手抬出 好 那手背碰手背 那我們維持此姿勢 大約一分鐘左右 如果呢你在60秒內呢 有感覺到你的手有麻木 或是刺痛的感覺 那就代表你有可能有晚睡到症候群的問題 那我們手可以先放下囉 那如果晚睡到症候群的問題呢 可以做一些小運動 那晚睡到症候群主要是正中神經的問題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來做一些正中神經的神經收動式 對然後將我們的手呢一手換我們的肩膀 好然後頭側向一邊 然後手舉到90度 然後呢做一個往下伸直的動作 再來回來 好再一次 再回來 好再一次 好OK 謝謝武林治療讓我們變得更堅強 武林治療讚